盘点NBA未能联手的六大巨星组合 因李佛斯一句话 麦迪携手邓肯失败 可比贤与姚明共同征战自尽 嘿大家好我是胡侃球 今天我带大家盘点一下NBA中 鲜些成立的巨星组合 一 邓肯联手麦迪 两千年魔术里应来了重建 那年夏天 他们接连签下了麦迪与谢尔 但这还不算完 他们还对邓肯有意思 上年的邓肯呢 刚刚带领马刺拿下了冠军 并荣用FMVP 是这年自由市场中最受关注的球员 而当时的马刺呢 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 邓肯面对这样的境况呢 让他对马刺未来呢缺乏信心 更倾向于转会市场 而在邓肯众多的追求者中 魔术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一众球队的高层 接连对邓肯进行了强有力的游说 魔术老板呢 甚至动用了私人飞机 带着邓肯到处娱乐 甚至还向邓肯许诺 将会给他开出一份 今年9300万的顶星合约 这不操作下来 邓肯已经决定签约魔术 但在反乘处中 邓肯问了时任魔术主帅 李佛斯一个问题 那就是球员家属 能否乘坐球队飞机 一同前往客场 李佛斯呢表示了拒绝之意 得到答复的邓肯呢 眉头一皱改变了主意 于是找了借口返回马刺 并当场与马刺完成续约 这也让魔术后悔不已 邓肯将麦迪 这样即将诞生的组合 就此毁于一旦 二 后奥尼尔时代的柯比 携手姚明 在姚明刚进入NBA时 柯比就十分欣赏 这个来自东方的大个子 03年全明星赛中 二人一同为西部出战 在热身环节 柯比主动找到姚明 拍了拍他的肩膀 拉着他的手让他放松 在跳球的环节 姚明紧张的让邓肯 替他去跳球 此时呢柯比站了出来 鼓励姚明 去跳吧 你有这么高的个子呢 别怕 时间来到了06年的夏天 姚明新秀合约到期 当时的他想要一份7年的长约 但火箭并未答应姚明 这件事情传到了 胡人管理层的耳中 他们随即对姚明展开了追逐 这时的胡人已经失去了奥尼尔 他们渴望得到一位内线球员 柯比亲自与姚明通了电话 表示只要他们联手 就一定能拿下不止一座总冠军 胡人主帅蝉石杰克逊也承诺 会给姚明更高的战术地位 胡人管理层则明确表明 能够给姚明提供一份 7年的顶薪的合约 这不操作也让火箭慌了 立刻给姚明开出了5年的新合同 尽管去胡人是个非常不错的决定 但对姚明而言 火箭当初选择了他并培养了他 他最终还是选择与火箭续约 而当时火箭阵中还有麦迪 姚明相信姚麦组合也能夺冠 之后蝉石在接受采访时遗憾地说道 我当初已经在畅想胡人二度三连冠的画面了 但姚明却拒绝了我 拒绝了柯比 姚明说是火箭把他带进了NBA 他没有理由离开那里我尊重他的选择 但也遗憾没能与他合作 盘点NBA中险些成立的六大组合 小牛玉德科比携手诺天王 胡人险些让绿军 错失了21世纪对时手患 三 科比携手诺维茨基 07年的夏天 科比受购了管理糟糕的转汇操作 也厌倦了自己拼尽权力 却屡屡受阻的情况 他向胡人管理提出了交易请求 小牛老板酷班的第一时间向胡人提出报价 表示除了诺维茨基 球队的其他人都能够作为交易的筹码 双方商讨完毕 在库班即将会面科比时 胡人老板巴斯却临时变卦 让小牛得到科比的美梦破碎 之后库班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时我都以为我得到科比了 我和巴斯都商量好了 科比也准备来找我了 但杰里韦斯特呢与科比谈了一会儿 之后交易就被终止了 07年的科比与诺维茨基 都处于生涯的巅峰 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 这赛季诺维茨基带队拿下了联盟第一 同时呢当选了MVP 但却被勇士黑八在之前的一个赛季 诺天王带队闯入总结赛 却汉服热火 29岁的科比呢 也处于个人能力的颠分时期 连续两年荣庸得分王 还有着单场81分 三节62分 连续四场50加的表演 如果他们联手 画面直音太美了 斯加内克前往胡人携手科比 同样是07年 另一笔未能达成的交易 改变了日后联盟的格局 连续三年没能进入季后赛的森林郎呢 准备送走加内特 一时之间的多支球队都开始报价 胡人就是其中之一 鄙视的他们打算用奥多姆 与拜纳姆作为筹码 组成加内特与科比的超级双人组 当时加内特的选择有很多 不过呢他与科比的关系不错 并且也有意加入胡人 加内特想要与科比张量联手事宜 还托泰伦卢进行联系 但科比并没有接电话 因为当时的科比呢 加内特确切了消息 日后加内特曾透露 胡人就是他当时的第一选择 但当时科比没有接他的电话 他只好去考虑到其他的球队 最终的他呢 选择了加门凯尔克人 组成了绿军三巨头 这也无形的改变了日后的NBA的格局 因为那赛季 总决赛双方的正是绿军与胡人 由于加内特的出色表现 帮助绿军拿下了冠军 10年再度相遇总决赛 而这次是胡人站到了最后 如果当初科比接到了加内特的电话 日后可能就不会有黄绿大战了 没有加内特的绿军 恐怕也无法拿下 21世纪对时的手冠 盘点NBA未能完成的六大交易 被联盟否决的科比与保罗 被伦纳德迷惑的詹姆斯 5.科比携手保罗 2011年随着加索尔状态的下滑 胡人也有了想要放弃他的想法 而在当时保罗有意离开光芬 江门一支有真冠实力的球队 之后胡人与黄芬火箭达成一笔三方的交易 胡人送出了加索尔和奥多姆得到保罗 这本是一笔各取所需的交易 却被NBA时任总裁大卫斯特恩否决掉 给出的理由则是篮球的原因 当时的黄芬没有老板正被联盟投款 球队的交易需要被联盟其余的球队投票表决 能否通过 而当时的各支球队呢 怎么可能看着保罗联手科比呢 于是其他的球队老板纷纷表示反对 并让斯特恩叫停交易 面对这样的情况 保罗表示抗议 但最终胳膊还是没能拧过大腿 保罗没能和科比组成队友 他加盟了另一支洛杉矶球队快船 6.詹姆斯邀请伦纳德携手胡人 19年休赛期 拥有詹姆斯的胡人开始招兵买马 先是从皮湖得到了浓眉哥 定向上赛季的FMVP伦纳德示好 夫人希望能促成詹姆斯 加伦纳德和浓眉的三巨头 当年的小卡刚刚带领猛龙 拿下了队时的手冠 而他的合同也在同年夏天结束 他还表示自己不会留在猛龙 得知此消息后 多支球队向其抛来了橄榄汁 其中当属胡人与快船最为积极 在公布自己的决定前 伦纳德多次与胡人接触 让外界认为他会前往胡人联手詹姆斯 但最终他却虚晃一向 前往快船与乔治租成搭档 詹姆斯得知此消息后 十分懊恼地表示 我们当时有机会得到可怀的 但他最终去了快船 至于是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 虽然没能得到小卡 但胡人在詹姆斯与浓眉的带领下 在那个赛季战胜了一众球队 战上了NBA的最高分 如果当初伦纳德选择的是胡人 而非快船 恐怕如今的胡人还在称霸联盟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还想知道哪些消息 欢迎留言补充 我是胡砍球 关注我 带大家继续砍球